伊然警分局今天上午8点多 接获通报说宜然市新明路和和睦路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警销人员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 经警方对双方驾驶进行酒测 都没有酒精的反应 详细造势的原因上带警方查证厘清 今天早上8点左右 在宜然市新明路与和睦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是一辆黑色的轻机车 沿河目路往尔本购物广场方向行驶 自造势地点时与沿西明路往火车站方向行驶的 深灰色自小客车发生交叉状 警销货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往阳大医院救治 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 双方均无酒精反应 详细的造势原因有待后续调查理清 宜然分局也呼吁驾驶 车辆行经无耗制入口 应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 知道车辆应该暂停让干道车先行 来维护交通安全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到